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生命中的那一首歌 是的 在你生命中 不同的阶段里面 一定有一首歌 是深深地影响着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她原来只是一个素人 成为网红 她原来是一个医药学生 现在是歌手 她是蔡佩萱 Ariel 我觉得我一直都蛮理性 因为我是离科出生的嘛 药学啊等等 所以我那时候理性上 会跟自己讲说 我很喜欢音乐 但可能顶多我就是当个医生 然后一边写歌买歌 我觉得那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其实心理潜在 会有一个小小梦想 觉得 哇 如果我能够站在台上 自己唱出自己的歌 因为我觉得 可能写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触 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唱表达 那可能透过别人唱的时候 又会是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影响成 我好像是国小的时候 看有一部电影叫 Lizzie McGuire 就是立起立想世界 她的电影版 她就是一个小女生 然后突然去了罗马之后 就上台唱歌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 然后那时候就异想天开 觉得 哇 如果有一天 就是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 就上台唱歌 哇 如果是那样子有多好 或许这个梦想可以成真这样子 然后没想到就是上帝 很奇妙地就打开了这些门 好像就是当公众人物 就是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说出去的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自在 因为可能大家 如果认出你的话 我有时候会觉得 就是我好像需要表现得 比较就是得体啊 也不是说我平常不得体啦 就是只是说就是可能会 会比较轻一点点 因为大家一直看着你 我好像比较是觉得 在我准备好的时候 再来关注我 就是或者是我有话想讲 我有东西想要分享的时候 再关注我就好 而不是随时随地 所以我就花了很久的时间 去调试说 OK 工作人员 你必须面对的 就是你什么东西 都可能会被讨论 或者是你讲的一句话 可能都会被挑毛病 有一阵子还会不太敢 就是讲话或不想出门 我不想面对那个压力 但我觉得我现在有慢慢 就是调试 然后也慢慢觉得 啊算了就跟他共处 因为这就是 我必须付出的代价 进入演艺圈的时候发现 好像 比如说以一个歌手 比如说会有行销啊 会有企划 然后你可能会被包装 然后会有一些规则吧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 刚开始我会有一点 会紧张 会压力蛮大 就觉得我是不是要 就是要符合大家 比如说对于一个 在演艺圈的艺人的形象 要match到 然后你的标准要match到 这样你不能再 那么自在地做自己 有时候会觉得 那我到底是谁 我觉得对自己也会失落 因为我觉得在演艺圈 很常会 不是说你越努力 你的成果马上就会看到 就是比如说 你今天在学校 你考试越努力 你的分数通常就是越高 或者一般工作 你越努力 你就可以慢慢往上爬 但在演艺圈好像真的是 百分之六十都是 所谓他们的机遇 或者是我们讲就是 比较上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在那种 不可控的时候 其实我就只能 真的是祷告 然后真的是相信上帝 然后可能就是必须要 一直建立自己的 内在的那个强大的力量 跟自己讲说 就是一切都在上帝手中 那如果今天这是 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就不要怀疑他 不然很容易就会觉得 我到底在干嘛 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工作都停摆 所以我就回了加拿大一趟 因为自从毕业回来 就一直没有机会 然后我一直很想念加拿大 所以那阵子我就回去的时候 就有一次机会在我以前的旧的教会 带金白 因为以前我都有带金白 然后选了一首 应该是我这几年来最爱的一首诗歌 叫做Build my life 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居然第一次在台上哭 对因为我通常 我觉得我满轻的 我不是那种很容易会在 大家面前掉泪 但我那一天就是一直掉泪 因为我知道我再过两个礼拜 就要回台湾 然后其实心里会 潜在觉得有一点点害怕 因为会有压力 觉得哇我又要回到这个工作 虽然我很爱这个工作 但我知道他也给我压力很大 所以是一个蛮矛盾的心态 然后那时候在加拿大又是放松 就觉得哇我在这边好开心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有点不太想要回去面对现实 但是我那一天 就在一边唱这首歌的时候 Build my life upon your love 就发现其实 如果我的生命 我当初这个呼召 初衷就是始于 比如说耶稣就是 呼召我用音乐 可以去帮助更多人 或给大家更多的力量 那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件事情 然后突然间我在台上那一刻 我刚才听到神跟我讲说 不管你是在加拿大或在台湾 不要忘记 只要我在你就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都会与你同在这样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哇 哭哭哭的更稀里哗啦 因为是一种重新被神提醒 就是我不需要害怕 不管在哪里 想到神对我讲的那句话 或这首歌重新听 我就会觉得给我好多力量 而且我也觉得我现在 又比以前更成熟 也比以前更强壮这样 超越我们所能传承的一切 超越我们所能传承的一切 陋涂 упw over the hurts 在迷你 超越我们口中 每一个呼吸 或者唯 grew in 或者唯 sag 瘟 全天 也可以讀你 野若生命搞过 世上的一起 能越死amente有 sac 超越我门口中每一个呼吸 活着为你 活着为你 圣洁无人能够想你 谁能与你相比 开我眼看见你 作为谢你 你自己让我贴 请你心引爆我 脚步在你爱中 天行深切 无人能够想你 谁能与你相比 开我眼看见你 作为鲜明 你自己让我贴 请你心引爆我 脚步在你爱中 天生我生命的灯 在你爱里 這根基不會動揚 我已決定淡 擔心靠你 我生命不會動揚 建造我生命 在你愛裡 這根基不會動揚 我已決定淡 擔心靠你 我生命不會動揚 建造我生命 在你愛裡 這根基不會動揚 我已決定淡 擔心靠你 我生命不會動揚 無聲間 無人能夠想你 誰能與你相比 開我眼看見你作為 賢明你自己 讓我貼 請你吸引導我 腳步在你愛中 詩歌真的是大有能力的 它可以把你從人生的低谷帶上來 或者在你身處在最黑暗的時候 照下亮光 陪伴著你 溫暖你 再一次的激勵你 如果你也是一個創作者 可能有一天你也可以創作出 像這樣子的詩歌 它不只陪伴著你 安慰你 鼓勵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 它也能夠成為別人的陪伴 它也能夠祝福別人 所以鼓勵大家 把所有神對你的感動跟啟發 持續地創作出來 然後呢 持續地關注 我們整個好音樂的頻道 為你唱新歌 賢明你自己 讓我貼 請你吸引導我 腳步在你愛中 從天行